如何选择孩子的第一款乐器 音乐 这无形的语言 以其独特的韵律和旋律 无需言语便能深深触动我们的心灵 引发无尽的情感共鸣 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音乐更是他们成长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音乐不仅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审美能力 创造力 还能在无形中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 使他们在音乐的海洋中快乐成长 在为孩子选择第一款乐器时 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首先 孩子的年龄和体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 我们可以选择那些简单易学的乐器 如口琴 鼓等 口琴 形状小巧 便于携带 且吹奏技巧简单易懂 非常适合孩子们初步接触音乐 而鼓 作为一种打击乐器 可以帮助孩子们培养节奏感 同时 敲击鼓面的动作也有助于他们释放内心的压力 感受音乐的韵律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身体力量和协调性也会逐渐提高 这时我们可以引导他们尝试一些技巧性更强的乐器 如钢琴 吉他和小提琴等 钢琴 作为一款经典乐器 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协调性和耐心 使他们在不断练习中逐渐掌握音乐的精髓 吉他 既有弹波的乐趣 又有歌唱的魅力 可以激发孩子们的表演欲望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小提琴 音色优美 宛如天籁之音 可以让孩子们在演奏中进一步提高审美能力 感受音乐的魅力 除了孩子的年龄和体质 我们还要尊重孩子的兴趣 让他们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乐器 每款乐器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孩子们在接触和了解的过程中 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某些乐器有着特殊的喜爱 我们应该鼓励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 去选择乐器 这样才能激发他们学习乐器的热情 让他们在快乐中成长 当然 在选择乐器时 我们还需要考虑家庭的经济条件 虽然音乐是无价的 但乐器的购买和维护确实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 我们应该在孩子的兴趣和家庭的实际情况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选择一款既适合孩子学习 又在家庭经济承受范围内的乐器 总的来说 为孩子选择第一款乐器 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过程 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年龄 体质 兴趣以及家庭的经济条件 用心为他们挑选一款合适的乐器 只要我们带着爱和耐心 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在音乐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让音乐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最美好的陪伴 音乐不仅能丰富孩子的生活 更能陪伴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让我们一起用心聆听孩子的音乐 陪伴他们在音乐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让我们共同见证孩子们在音乐的世界里 用心灵去感受 去创造 去成长的美好时光